记者吴博伟台北报道 哈利波特历久不衰 Facebook今天公布2017热门话题排行榜 台湾过去一年最热门的话题 第一名为哈利波特摇滚天团联合公园 电玩英雄联盟紧接载后 每年年末社群网站Facebook都会统计过去一年 使用者与亲朋好友分享有趣的事物 或关注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重要事件 透过关键次排出热门话题排行榜 陪使用者一起回顾过去一年的重要时刻 根据Facebook公布的2017台湾热门话题排行榜 巴德头筹的是由英国作家J.K.罗林 所创造的奇幻文学系列小说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第一集在台湾上市至今已超过17年 仍拿下过去一年热门话题排行榜冠军 险进有关魔法的力量历久不衰 层数度来台开唱的美国摇滚天团联合公园 Lincoln Park则排行热门榜第二 有网友认为联合公园的音乐成就有目共睹 世界各地都有众多乐迷支持 排名第二并不意外 此外今年7月间朱唱查斯特班宁自杀 让许多乐迷震惊与哀悼也可能是关键次引起热议的关键之一 紧接在后的第三名为电玩英雄联盟 League of Legends摄影师安德烈欧经营的粉丝 Yeah Deep Sky Deep Sky Color则排行第四 它最为台湾民众珍惜的作品是拍摄马祖兰眼泪 并登上美国太空总署官网 第五名则是伊斯兰利的第一个月 穆哈兰姆约Mukharan 除了台湾以外 Facebook也公布全球版的排行 其中2017年全球排行第一的热门话题为国际妇女节 讨论次数是去年的两倍 紧接在后的则是第五十一届超级杯 世界各地的粉丝除了透过动态消息表达对喜爱队伍的支持 在Facebook上与超级杯相关的影片有超过二 62亿的观看人次 今年10月发生了拉斯 维加斯枪击事件则名列第三 Facebook增悉 除了事件本身引发世界各地人们的高度关注外 Facebook建制了社群灾害应变中心 也有超过3300名用户使用 Facebook建制了社群灾害应变中心